今天是年初二 好久不见的知名主持人白嘉丽 特地透过了镜头 在印尼和台湾的观众们拜年 而且首次在媒体前公开 位在雅加达占地近3000坪的豪宅 一身桃红套装 好久不见的白嘉丽 透过镜头向台湾观众拜年 祝福所有的朋友们 马年大吉 马到工程 马上裁员滚滚来 有台湾最美丽主持人称号的白嘉丽 淡出演艺圈后 长期旅居印尼 趁着春节除了跨海拜年 也首度公开超级豪宅给媒体拍摄 没有看到我们这游泳池 我们还有那个桑 站定近3000坪的豪宅 位于雅加达的郊区 客厅就像是饭店大厅 庭院更是大到看不到镜头 家里不但有大型鸟笼 高尔夫果领 更有私人的直升机起降场 白嘉丽37年前 嫁给印尼华裔富豪黄霜安 黄霜安在印尼拥有包括木材 渔业 化工 水泥多项事业 曾经是全球前500大富豪之一 加入豪门的白嘉丽 可以说是顶级贵妇 但她平常相当低调 这次难得开放豪宅给媒体拍摄 算是给台湾粉丝的一项年结贺礼 记者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